这次省运会呢不仅为运动员们搭建了一个体育竞技交流的平台 也成为了山西特色文化宣传的窗口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省运会里的山西文化元素 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图案 其实这个图案随处可见 包括我们这个挂的这个绳带上还有手提袋上都可以看到 它就是赛上祥云 它里面呢就有很多山西的文化元素 可以看到大同的黄花以及长城 长城呢又是大同和朔州两个地区特有的文化符号 颜色呢是由大同蓝 广幽金 青春绿 火焰红 四种颜色有机融合 整体看上去是很舒缓又不缺乏动感 走进体育馆呢随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绘标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绘标呢是以汉字镜为原型设计出来的 上面的这一部分呢象征的是省运会的受火熊熊燃烧 以及我们的运动健儿们积极拼搏的一种精神 下面的这一部分呢是向远处无限延伸的跑道 整体图案呢也彰显出了体育运动的魅力 不管是赛上祥云这个主体图标 还是我们的惠灰 惠标等等这些文化元素 都彰显出了我们赛事举办地 明显的地理标志和深厚的历史笔运